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用你的心认真去看 发现真相就在祖愿 Hey you good or bad 真真假假 踏不出这心灵的灰烟 带上你的所有勇敢 也许就能拯救这世界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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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s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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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s Moj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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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ies Mojo Spies 老伯 老伯 怎么搞啊 竟然睡得真闷死啊 好难听啊 今天晚上没有星星吗 也许是阴天吧 怎么了 吃饭的时候摄像机忘记关掉了 结果就一直开着 又是光明之眼 我们中计了 我们该怎么办呢 这里不安全 我们要尽快离开 好奇怪啊 我们进来的时候不是这个样子的 光木怎么都不见了 这墙又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不知道 这里太诡异了 我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 不会吧 又让回来了 累死我了 亲了天 我们怎么走不出去呢 这里好像是个迷宫 啊 手机信号也没有了 啊 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啊 怪物要来了 迷宫里都是怪物 不会的 不会的 我还年轻 这地方是怎么回事 进来的时候 明明是座低矮的露天灌木员 怎么睡了一觉之后 却变成了封闭式的迷宫了呢 难道 难道是我们睡着之后 被光明之眼 转移到另外的地方了吗 不会吧 摄像机录下的内容显示 我们一直都在房间里 没有被移动过 那会是怎么一回事了吗 我知道了 天才到爆炸的头脑 准确到恐怖的直觉 我以我世界著名侦探 齐乐天的名声启示 这个房间 会动 房间会动 这房子的下面 肯定会有轨道或者车轮 趁我们熟睡的时候 从灌木员移动到了 这座迷宫里面 齐乐天 下面有什么发现吗 发现了温泉 想不到那东西竟然这么神奇 只可惜了我的灌木员 那东西目前还在试验阶段 虽然有些缺点 但能力的确是非常强大 真想看看敌人们的绝望表情啊 一定会充满艺术的霉感 我们再走一次迷宫 这回要在所有的路口 都做好标记 我又听到奇怪的声音了 别担心小妙 这个世界上是没有怪物存在的 有点不对劲哦 这回我们走了这么久 怎么没有再回到房间呢 是不是我们找到正确的路了 不像 我觉得我们还是在绕圈子 已经的童话不见了 墙壁怎么是软的 怪物出现了 你们是人是救活的 该不会我们已经被怪物 放到肚子里了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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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奇怪 地图库中怎么没有这座小山的资料 脑层物质属性未知 红外扫描失败 X射线扫描失败 声纳判测无反馈 噪音补迫分析中 想不到 竟然成为怪物的时候 小妙 我要和你道歉 上次的节目 是我故意把你拍得很丑 因为你嫌弃我有头戏 没关系 我也要跟你道歉 我平时对你的态度太差了 啊 啊 啊 啾啾还有好多果汁没喝的 啊 啊 凤凰鸡 拜托你了 快点下个超级武器弹给我 这发生看起来已经威力十足了 你竟然给了我一把水枪 你太没用了 你睡得到香 是你这个神出鬼魔的家伙 光景哥哥 小侦探 得救了 得救了 小侦探哥 你是怎么找到这个地方来的 我回到镇上 听说陈侦探和韩警官前几天去古墨探险 一直没有回来 就和肉豆豆追来接引 路过这里是 我发现了一座地图上没有的小山 觉得很可疑 就调查了一下 没想到 你们竟然被困在了里面 什么小山 我们不是被怪物吞到肚子里了吗 根本没有什么怪物 一切都是这种细菌造成的 它应该是以某种植物的叶绿素为食物的 通过不断分裂来自我繁殖 最后因为数量太多 所以就聚集成小山的形状 我知道了 那些怪物一定是被细菌给吃掉了 原来我们没有被怪物吃掉 而是被这些讨厌的细菌给包围了 分析结果表明 这种极为罕见的细菌 除了天生的吞噬特性外 还擅长吸收声波 难怪我在外面听不到你们的声音 没听到 那你是怎么发心我们的 我是接受了他的憨声 真奇怪 为什么憨声没有被吸收呢 有怪物 太夸张了吧 回去 不会吧 这家伙难道就没有缺陷吗 噪音 这是怎么回事 对方的弱点是噪音 噢 噪音吗 利用说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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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脸色对何打碎 Hello 当情绪好道歉 张开双手 去跟上背后 天空的眼光的风景 有你在我身旁 什么都已足够 我 我 我 飞向晴朗的天空 听你抓紧我的手 不要再停留 哇哦 全世界的迷惑掌握在我手中 不用怕 因为有我们身后 总会有一天用我的光光 感动每一个跳舞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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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不要再停留 全世界的迷惑掌握在我手中 不用怕 因为有我的身后 总会有一天用我的光红 感动每一个跳梦 全世界的迷惑在我手中 不用怕 因为有我的身后 总会有一天用我的光红 感动每一个跳梦 要一天我将成为真正的英雄 赢在每个人的心中 不能直播